速度也太快了 430平模块别墅 仅用32天就封顶了 嗨大家好 今天我们又来到我们在大兴区 庞克庄镇北曹各庄村的施工工地 相信之前这里的视频大家还记得 这是一处占地430平的老宅 我们是6月底拆的房 现在是昨天刚刚封顶 相信很多朋友也看到我们之前拍的视频资料 这老房从拆房到现在 仅用了32天就已经主体封顶了 这处房子也是一处430平的中式风格的小院 主体是用EPS模块建造起来的墙体 昨天刚刚封顶 今天我们过来看看 顺便把房顶保养一下 之前也说过 这处原先的老房是90年盖的 跟我的年纪是一样大 但是现在已经主体新生了 仅用了32天的时间 速度数十够快 然后今天我们过来保养房顶 由于家里老人上房不方便 所以帮房东哥哥姐姐就保养一下 我们也是刚忙完 从早上起来 一直忙到12点多刚吃完午饭 就第一时间赶过来了 这房顶刚打完之后 要养活几天 这处某块别墅打的线椒顶也是13到15公分的 是顶板双层双向的钢筋 加C30P6的混凝土 这几天就做好养素 避免后期出现问题 差不多养活一个礼拜以上就可以了 在水泥彻底凝固前 就是保湿 以防凝固期 过快形成裂缝什么的 这处大院 人家也是前后院 这只是整个前院 占地是430平米 相信大家也看过之前的效果出 后期也是一个白墙青瓦的 中式风格的小院 现在在农村 其实盖这种中式风格的房屋的还挺多的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后边 今天那边应该是打院内的垫藤了 这处也是一个破屋顶的三合院 可以看一下 防水都已经做好了 接下来也是要进行外装的阶段了 现在农村喜欢中式风格的人 确实越来越多 因为这中式确实是经久耐看永不过时 时间越久也有味道 这边的中式小院不是合院的 就是只有一个正房加一个倒段 没有东西厢房 现在正房这边差不多了 我们去厢房 可以看到这边正房 包括倒段都是五间房 12345 中间是客厅 加后边是厨房 可以看到我们这处大院的墙体条 都是EPS模块 建造起来的 EPS模块也属于是新型自建房的一种新型建材 它对比砖混的话 优势还是非常多的 像保温隔热 抗烧防茧这一块都非常好 它是25的模块 中间是14公分的线胶 钢筋混凝土线胶的板墙 双层双向的钢筋 而且它的抗震等级非常高 可以达到一个八级的抗震 现在选择这种新型建材 做房的人也挺多的 模块也是一个比较受欢迎 比较大众化的一种新型建材了 而且它保温隔热这一块非常好 内外自带5.5公分的保温层 像取暖夏季开空调都会省去很大一部分的费用 节能环保这一块非常好 今天的天气一会晴一会阴的 还有点闷热 应该是还有雨 上面保养的差不多了 想让它留一会吧 我们就下去看看 现在已经保养完了 看看院内的格局 就是一个正房 一个倒座 厢房没有 然后后期呢 这里做一个四泊无际的门楼 中式门楼 那头做一个影壁 然后院内做一些中式装饰的元素 也是一个简单的防骨的一个白墙青瓦的 算是中式小院吧 430平米 这从6月底到8月初 反正就一个月多几天的时间 中间还包括下雨的时间 实际施工呢 也就20多天 要不说模块还是非常快啊 基本上要天气正常的话 两层轴一个月就可以封顶 而且这封完顶之后 拆完膜就能进行内外装 不需要晾潮什么的 因为它抗潮防险 这几天呢 就是先把顶板做好养护 然后拆膜之后 就对外装可以同时进行了 抹完墙 然后我们古剑师傅也要进场了 大家也可以继续期待一下 这处430平中式小院最后的效果 相信之前的效果都大家也看过 好了 今天我们就先拍到这 往四口庄那边工地看看